结合菌的检查 下面就结合菌的检查进行说明 结合菌的主要检查之一为弹检 采集良好的弹液是进行恰当治疗的关键 为了进行诊断,将数次采集弹液 另外,在治疗中也会为了确认治疗效果采集数次 首先说明如何采集良好的弹液 弹液有别于唾液 下面说明取弹的窍门 画面左侧的良好弹液带有黄色或黄绿色 右侧的不良弹液为没有粘性、类似唾液的弹 请尽量在起床时采集弹液 如果起床时无法采集 白天采集也可以 在室内采集弹液时 请打开窗户 保持空气流通 为了顺利获得弹液 请做一些轻微的活动肩部与颈部的运动 并扩展胸部 请从鼻子深深吸气 摒弃后,剧烈咳嗽两次 吐出弹液 将其放进指定的容器内 牢牢盖上盖子后提交给医院 下面说明如何对采集的弹液进行检查 现在说明的四种检查 可以通过一次弹检完成 一、在弹液图片检查中 为了评估病情和传染力 将会使用显微镜观察染色后的结合菌 调查结合菌的数量 二、培养检查是用培养机培养弹液 调查是活的细菌还是死的细菌 为了确认治疗是否顺利 在服药期间也将进行定期检查 由于结合菌的分裂速度较慢 检查所需时间最长为八周 是耗时相当长的检查 三、关于基因检查 由于有的细菌和结合菌相似 所以通过这项检查 判断是否属于由人传染给人的结合菌 四、药剂感受性检查 用于调查您的结合菌是否显示对药物的抗药性 如果发现是药物不起作用的结合菌 有可能变更治疗的药物 你的酷剑情质 判断 ум到一件期间 Parker,,уль阿者 word 第十倍这件质量 加糖